第六个肝脏 第三个肾脏 第四个肺 呼吸道的问题 而前三名 一般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去了解的 所以我常讲 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 叫做什么观念 Change 改变 现在全世界都在讲这个字 Change 为什么 还记得这两年 全世界发生了一件非常伟大而重大的事情 也就是 美国总统怎样 美国总统改选 各位同意吗 全世界在那个当下都在看 看什么 这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 这一次的美国总统 只有两个机会 第一个要不就是女人当家 成为全世界最大国家的总统 女人 第二个是什么 在三四四年前 被美国视为黑奴的黑人 各位同意吗 可是各位 这个国家愿意抛开一切 愿意放下所有的心结 只要对美国好的人 我们就可以让他当总统 各位同意吗 改变会产生力量 各位同不同意 Change 欧巴马告诉我们 要Change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Change 我们愿意改变力量 也就像今天 各位 我们从以前的公司 从亚洲都把改变为围类 这也是一种什么 Change 这也是一种改变 只要改变是有力量的 大家愿意去支持 这个力量会不会产生效应 会 相对的 我今天为什么要在健康 跟大家聊这个概念 原因 我想跟大家聊 健康的观念也必须什么 改变 如果你的健康概念不改变 你绝对不会健康 那怎么改变 那我们来聊一下 健康两个字 从长久以来 它在我们生命当中懂 是明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 我们没有去做到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从现在开始 健康在你生命中不能施 你只要把它变为什么 动静 请你改变你的观念 不要只有想 不要只有知道 要想 要去做 如果你坚持下面四句话 基本上 你的改变就会得到效果 那四句话 合理的膳食 适量的运动 戒烟线酒 快乐分享 这十六个字不是我讲的 这十六个字是 卫生署提供的 它告诉我们 如果你做到这十六个字 你会有什么样的好下场 不是坏的下场 你会得到十六个 保佑你身体平安的好结果 这十六个字能使高血压 减少百分之五十五 脑中风冠心病 减少百分之七十五 糖尿病减少百分之五十 肿瘤也就是 恶性癌症 会减少三分之一 平均寿命延长十年以上 而且不花什么钱 各位 如果能够让你的寿命 增加十年以上 而且重大疾病不要产生 好不好 好不好 各位不要只有知道 要怎样 要收到 各位 劝局 改变你的想法 这个健康方式很简单 而且效果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相对的我们来聊一下 居然为什么不健康 原因很简单 在早期1968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博士 叫林奈博林博士 他曾经研究医学那么多年 一直有一个问题 困扰他非常的严重 他觉得人很奇怪 人生病的时候都去找 都去找什么 都去解决病灶 而不去解决病原 什么叫解决病灶 而不解决病原 我问大家 心脏不舒服要处理哪里 心脏 胃不舒服处理哪里 胃 肝不舒服处理哪里 肝 你发觉人永远都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什么 脚 他真的必照的位置去处理 可是他们却没发觉说 其实真正会发生这种 疾病的问题 做在哪 经由他的研究 他认为 人最基本的单位结构叫什么 叫细胞 人60公斤 大概就有60兆的细胞 那这60兆的细胞 组合成组织组合成 器官组合成细组合成 人体 但人很奇怪 人生病的时候 往往针对器官在做改变 在针对器官做治疗 他不知道 如果细胞不好 器官会依然得病 举例来讲 各位有没有听过 癌细胞三个字 需要癌这个字 它是什么 细胞 各位 癌细胞也是一种 细胞 所以问题 问题这个孩子 是我们身体上 原本就是属于 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们把它给养坏了 各位同意吗 那如果你的细胞没有把它养好 它最后就会变成 不可 不可 不可治疗的一个恶性重大疾病 所以他认为 与其如此 我们不如先从基本下面去做处理 于是要告诉我们 人生病基本上三个原因 都来自于三个 都来自于细胞的病变 现在的没有不细胞病变 我们来看看 它的细胞病变来自于哪三个问题 第一个 营养不均衡 现在营养就不均衡 不均衡啊 各位 最近还知道 麦当劳为了油炸的问题 闹得很大 有没有 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提早来 所以我就跟那个 戴老师先到麦当劳去 各位 我发现一件事实 虽然道指这么报 麦当劳依然人潮弱势 各位 吃麦当劳人多不多 多 而且还是父母带着怎样 吃 就算他知道 他依然怎样 依然吃 所以各位 现在营养不均衡 造成什么的问题 肥胖的问题 各位 现在代谢正不正常 现在没有人代谢正常的 各位 你同意吗 有人说 老师不会啊 我排便排尿很正常啊 可是问题出来了 我们身体的代谢 不是只有排便排尿 各位同意吗 呼吸是不是一种代谢 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流 第二个 我们学义当中 血毒要不要代谢 肝脏的肝毒要不要代谢 肾脏的尿毒要不要代谢 这些统统要代谢 问题来了 我们有没有让这些东西 真的很轻松的 让他在他该有的 适当的情形之下做代谢 所以 非药的领养基 曾经跟我们讲过 你身体所有的一切要代谢 包含呼吸 包含血液 包含汗液 你要达到一个完整的代谢 你要有一个运动 每天至少要做到 那叫走路多久 一万步 各位 现在我们有每天走路一万步 但是我至少会有一个礼拜 给自己三天 至少走路多久 一个半钟头 我今天早上要来之前 我就从我家 那走好远 我大概走了 很热哦 中午很热哦 我走了一个半钟头 汗乎雨下 但是我会觉得 那对我的身体 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你代谢 只要不正常 前面下代谢 毒素会不会囤积在我身体里面 会啊 相对的毒素越来越多 免疫力不足 这不用讲了 现在所有的污染 都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拒绝不了 这些污染 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 每个细胞 再加上我们讲的 现在什么都讲快 现在人喜不喜欢动 不喜欢动的情形之下 所有的问题 再加上精神上的压力 文明病会不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文明病越来越多 所以相对的 所以相对的 现代人没有不生病的 相避免 造成这三个问题 好